团长 那咱等到啥时候 找我什么急嘛 有的是机会 我能不急吗 早点消灭了郑维新的白相会 我也好早点 你是想早点消灭白相会呢 还是想早点回家呢 谁不想家呀 离开家都三年多了 想家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我爹娘咋样 老实说 你是只是想爹娘吗 我真的是想爹娘了 行了 你肚子里点东西 我还不知道啊 想缝了吧 报告团长 我确实是想爹娘了 也想缝了 你一整天守着个媳妇 你饱汉子不饶恶汉子 轻点 咋了 我说错了 是啊 结婚三天就被警察署抓了 离开家离开媳妇 当然难受啊 想媳妇也很正常 尤其是 现在整天枪林淡雨的 沾不着一点女人气 能不着急吗 这样 我给你一晚上架 帮你回家看看 啥 才一个晚上 钱多呀 那就一个时辰 别别别 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 丁儿 按理说 已经到家门口了 回家看看很正常 但是 我还是有点担心 担心我啥呀 怕我腿软了回不来了是吧 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但是我还必须提醒你 还记得 三年前我们攻打正大寨吗 那个时候 Feng还在正家控制之下 没找到 这给你 也给我和秀银 带来了很大 我是说 如果 这次Feng还被控制在正家寨 还被控制在正家大院 那你怎么办 团长 咱也是老红军了 这点道理还不懂吗 家里头三件事 先捡要紧的办 对吧 先芝麻 后西瓜 嗯 哦 我说错了 先西瓜后芝麻 等咱打进正家寨 我让郑维欣那老小子 驮着我媳妇给我送回家了 嘿嘿 好 记者 你现在已经是 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不管怎么样 纪律才是首要的 是 我 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这个嘛 自己掌握吧 只要明天一早赶回部队就行 敬礼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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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桑 谁啊 柳桑 我 谁啊 来了 来了 开门 牛哥 柳桑 我问你 你放开我 你干啥去 你是人事鬼啊 你放开我 你别吓唬我 你咋了你是 我是牛啊 不对不对不对 你不是死了吗 你被白狗子杀了 那尸体就吊在 碗子那边树上呢 很多人都看你了 你放开我 你绕我 你咋了你是 我没画得好好的吗 不信你摸摸 摸摸 你真是牛 我呀 你真是牛哥啊 你咋回事你是 你不是死了 你才死了呢 我 我问你 我们家咋了 我爹娘呢 都死了 死了 啊 傻死的 被郑威欣杀了 进你们家 也被他放火烧了 牛哥 你怎么了 牛哥 你怎么了 牛哥 怎么只为我爹娘的烦恼 我媳妇的烦恼 你是说缝儿啊 废话 我还有第二个媳妇吗 他没死 他活得好好的呢 缝儿没死 他在哪儿 牛哥 这事以后再说了 咱下回家喝水 走 我问你他在哪儿 他已经不是你媳妇了 你还问他干啥呀你 谁说都不是我媳妇了 放上他嫁人了 你嫁人了 你嫁人了 嫁谁了 郑边芳 不是郑家大少爷 是狗屎不如的花子汉 你说放上嫁给花子汉 你说放上嫁给花子汉 他真嫁给花子汉了 是啊 听说是郑家大少爷 做的没整个婚 兄弟 你再给哥说一遍 缝儿嫁给了狗屎不如的花子汉 是郑家大少爷做的没整个婚 他真嫁给花子汉了 想起来谁不知道啊 我们看到了 只是一具没有头的尸体 那谁也不敢断定就是你啊 可放说了 那就是你的尸体 来 你连他尿的 人头都没有的 凭啥说是我 那我就不知道了 告诉我 他现在住在哪儿 住碳妖沟啊 碳妖沟 怎么办 闻一溫 鱼 老公 在哪儿 你会缺骑 你会找到 你会有膳 我 是 这 你在大多 这 你会有什么 这个 走 放 放 开门 我是憨子 我是憨子 我擦 憨子 怎么会是你啊 不是我谁敢敲门啊 快坐 憨子 你怎么回来了 对我在南边 微剿红衣吃了贷帐 很多人都跑了 我也给他跑回来了 去的时候吧 走过三五里地 就腰痠腿疼 这回来的时候 一口气跑个一百多里路 也不觉得累了 放 我想你了 真想你了 我真怕子弹不长眼 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 吃饭吧 先睡觉 你跑了 你跑了那么远的路 肯定饿得不得了 不费事的我去做 花子汉 你给我滚出来 好像是汗我的 谁那么在汗我的 白鸽子追来了 走 走 汗子 你看见啥了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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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瞎说 这身上哪儿来的鬼 鬼 鬼 是鬼 鬼 牛儿 你 谢谢你还认识我 你是人还是鬼啊 谁是鬼谁知道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我还活着 你是不是特失望啊 你是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啊 牛儿 你听我说 别过来 这么多年了 我想过好多种可能 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牛儿 你别过来 该看的我都看见了 该听的我也都听见了 牛儿 我真是个傻子 很早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 说缝不是个好女人 我不信 打死我都不信 就是全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 我信你 可是现在看来 我真是瞎了眼 我真是瞎了眼 你 牛儿 你听我说 你要敢再说一句废话 我现在就端了你 汉子 你躲开 滚 别这样 有啥火 你冲我来 你说啥 有啥火冲你来 你护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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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好 好 牛儿 两年前我回来的时候 你是郑家大少爷的小妾 现在你是盖帮帮主的夫人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你坏话 为什么有人说你是 扫把心 活的精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要发了 这是为啥 咱们怎么成亲的你忘了吗 咱们成亲那天晚上说的那个话 你忘了吗 你还试我的那个瓣啊 你还试我心里的那个瓣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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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不是我心里的那个瓣吗 我的那个瓣 是能在郑家门口 站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的烈女子 她是能在天台上 不怕点天灯的烈女子 是头顶天 脚塌地的烈女子 不是一个见谁跟谁好 见谁跟谁谁的妖姐 瓣 你走了 你走了 你连她都嫁了 你想想她怎么害过你 怎么害过我 你问问她 我把你从凤家带出来的时候 是谁告的命 她 她 她说过是她告的命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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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现在你们是一家人 我忘了她现在是你的男人了 你还记不记得 在碗子里头 只要有人说你的话 我就跟她打 我父母说你的话 我就跟他们闹 你知道吗 我为了一直休暑 我可以不要这个家 我可以不要爹娘 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除了冲锋陷阵 你 枪林弹雨之外 我脑子里头没有旁 我想你 我惦记着你 我就是兴趣哪张打个磕水 我都会梦见你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你说我保护爹娘 爹娘呢 死了 怎么死呢 你明明知道谁是仇人 你还挺大的 加个一条口 她不是自愿的 她是被逼的 你死去啊 被逼的你死啊 偷尚公子的话谁说的 郑天芳把你玩腻了是吧 把你玩腻了 把你开厌了 把你耽误苦头送给她了 是不是 你别追 你别追 凤儿 你给她说 你是怎么想 是怎么做 是怎么说的 你说话呀 你也闭嘴 可以说不可以说 她都说了 我还有啥可以说的 牛猫王 你光知道你过得不容易 你知道你走着两年 凤是怎么过的了 算了 说这些看什么 还有什么用 好 长官 你还有办法的事 你 要是没有什么事 我 我会无论 警察呢 你要干什么 我 我 你 不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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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是我二人说 你 娘 爹 爹 儿子不孝啊 我误会你们了 你们说的对啊 我是灰的 我是傻子 我为什么不信你们的话 你们说的对 份儿不是份儿了 我是傻子呀 爹爹 你们可怜可怜我 跟我说说话行不行 你们告诉我 我那个份儿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我求求你们说句话呀 你们说说话 说句话呀 爹爹 爹爹 爹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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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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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牛哥 你听我说 牛哥 你听我说 牛哥 你听我说 你不能这样 为了这么一个贱女人 咱去死 只是他把你说 松手 把刀给我 刘子 哥 兄弟 哥 哥呀 咱不哭了 借天人 哥呀 咱不会 是个天女人 走 咱回家 哥 哥 喝口水 咬一会儿 来 耳听是需 你不想去眼见为师吧 你现在相信缝是啥人了吧 他不是我的缝 我的缝不是这样的 所以才说他变了 你呀 哥 你太憨了 你想啊 连他亲家金娘都不信他了 你还信他 兄弟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和花子涵 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你就是打死我我都不信 牛哥呀 你对他是一座山 他呢 他对你是一片云 你是这种烂女人 他不是我的缝 我的缝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行了 行了 哥 你早就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他不是我的缝 我的缝不是这样的 我的缝不是这样的 她不是我的缝 不是我的缝 就在牛和缝的感情矛盾 达到了白热化的同时 我妈也面临着她人生中的 最大一次心理挫折 红军团冲返万安县的那年 我妈怀了我 她后来对我说 也许就是要当母亲的缘故 那些日子的格外廉价 格外想念我的姥姥 她同时也承认 红军包围郑家寨的时候 她的心情很复杂 她也说不出为什么 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那是她参加革命许多年来 还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小云 怎么还不休息啊 你是要当母亲的人了 不为自己想 也要为孩子想想 走吧 小云 你还有一什么话 要跟我说是吗 我们什么时候更大挣家寨 就这几天了 挣家寨是反东施令 最集中也是最嚣张的地方 只有打下挣家寨 才算是真正解放的马鞍 他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你是说郑伟兴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他最大合计 最终的目标 死有异固 水源 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我 我的意思是 给她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们可以处置她 是可不可以不杀她 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不对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理解 郑秀云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他说这只是他的一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也不对 有想法就会有行动 作为一名红军战士 一名共产党员 个人的意志 要服从于革命的意志 服从党的意志 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看来他的思想改造还不够 而且是很不够 要想成为一个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必须要斩断 所有的私心杂念 是啊 郑秀云同志的这些想法 和情绪 是很成问题的 也是很危险的 最近 我们已经有战士 在开始议论这些事情 如果说这种想法和情绪 在战士和干部当中蔓延起来 那是很危险的 姜团长有什么态度 姜团长 有点暧昧 他们毕竟是夫妻嘛 晓云呢 我们俩是夫妻 但也是因为共同的理想 而走在一起的革命伴侣 如果我说了有些话 说中了的话 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和郑未兴的关系 现在已经不是 普通意义上的 见解上的冲突 或者是半指举嘴 吵几次架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和他 是阶级的对立 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 所以 任何时候 我们必须把握一点 革命的利益 才是最高利益 我知道了 团长同志 方妞儿 妞儿 程连长 她这是怎么了 她回程家晚 看她爹娘和媳妇去了 说好明天一早返回部队的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缘长特加上肯定扫起来 小心 快快快快快去 你也干嘛 出状况了 啥事 我哪是投啊 去问问 那你去问 去吧 去 快去 连长 连长 咱爸妈还好吧 我嫂子好吧 出状况了 没见着我嫂子 嫂子被那个王八蛋关着 你倒是说话呀 急死我呀你想 你说出来大家要帮你的忙啊 你真想帮我 那当然 咱们是战友是兄弟 老子现在想杀人 借你脑袋试试 小牛 连长 童小 我们连长出状况了 从家里回去就行 你先睡 姚儿 出什么事了 说话呀 报告团长 红军团三营一连连长长江 向你消架 刘儿 刘儿 这牛魔王不知道这是专门为花摘的 他可能是一时的那 他有机可以砍了我 他为啥砍我的树 刘儿 外围点凉 回屋歇着吧 你不要管我 刘儿回屋歇着 我说了你别管我 我说了你别管我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 把父亲山上的花都采来了 一号放就是女儿的新娘了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 把父亲山上的花都采来了 扶起对白 柔鹿 团长 咱们什么时候攻打郑家寨 看在咱们曾经是耐友的份上 你一定要让我们连当先方连 谁要是敢跟我争 我就跟他急 风还在郑家 别跟我提风 他已经不是我的风了 不是了 看来真是出状况了 你就不能跟我说说吗 咱们可是朋友 我求求你了 别问了行不行啊 你干嘛去啊 我出去转转 心里烦 你别找他啊 有些事儿有些话我要给他念到清楚 我要告诉牛 他才是你心里的男人 他连我都不信 他会信你吗 你以为你谁啊 也是啊 他那连吃的我的心都有 二天 团长 又帮穿什么缝衣服呢 这不是一班长今天训练几个扣子都掉了 不给他缝上明天都没穿呢 你这凑汉子变成巧媳妇了啊 叫你个任务 怎么 派你的侦察员到程家馆去一趟 看看程秋佳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是团长 这事儿咱直接问他不就完了 还派什么侦察员啊 我要是能问他出来的话 我还找你干什么 行 快去 想回来再疯 行 根据我们前几次攻击的情况来看 郑家寨防备的确很严 看来 郑维钦是下定决心 要固守待员蒙扛到底了 现在他们占着天时地利 而且武器装备大大优于我们 如果再这么死拼硬打下去 不是办法 劝想怎么样 劝想 郑绣云同志不是郑维钦的女儿吗 由他出面劝郑维钦放下武器 或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看可以考虑 郑维钦的白枪会里 很多都是贫苦出身 如果能劝祥 把他们的武装变成我们的武装 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实力 姜绣云同志 我能说两句吗 请说 同志们 对郑维钦的情况 我也做了一些了解 的确 如果强功的话 会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可是同志们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红军从创建的那天开始 哪一天不是在困难中生存 哪一天不是在困难中战斗 在困难中发展壮大呢 我们今天遇到一点困难 我们就害怕 就退缩了 同志们 劝祥 劝谁的祥 郑维钦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又不是不清楚 据我所知 他杀害了不少的红军家属 可以说是血债累累 再说了 他又是马鞍县最大的反动势力 我们和这种恶贯满盈的人 谈劝祥谈朝安 这结合实际吗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后果会是怎么样 吴亮同志 你先别激动 在战争中 劝祥也是一种方式 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岂不更好 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 吴组长 对手是谁 我们并不比你了解得少 问题是现在再这么强打硬弓下去 未必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 搞不好 连鱼死网破 两败俱伤的机会都没有 同志 你的这种思想太危险了 我这是实事求是 这样吧 我们来一个举手表决 江队长 恕我直言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会议 好像是事先设计好的 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了吗 研究作战方案 可结果呢 我明白了 你说我在开大会之前 先开了一个小会 掏了耳朵 他们一直都是跟着你 出生入死打过仗的 当然是你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了 吴亮同志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不能不尊重 我们这个集体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算了 既然已经形成决议 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不过我要提醒你 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感情 而损害了革命的利益 你放心 什么是个人感情 什么是革命利益 这个 我分得清楚 班长 吴组长 去程家晚 那郑长鑫回来了 是 情况怎么样 听到老乡说 程牛的父母都已经死了 是被证为心伤害的 她的媳妇呢 份儿呢 她媳妇也改嫁了 听说好像是嫁给了一个 地痞无赖 叫花子憨 是 国家 川小家 我记得所有的朋友 阿瓦 那个 你 不用了 紫云香的人都恨她 尤其是女人 那儿的大姑娘小媳妇 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谁要是做了丧良心的事 就让她嫁给花子汉 这么一个恶人 凤为什么要嫁给她呢 我觉得不可能 凤的性格我知道 她就是死都不会嫁给花子汉 但是我们的侦察员 刚从程家晚回来说 那儿的老乡都是这么说的 牛呢 牛在哪儿 朽云 这件事情牵扯到郑家 我劝你不要去找牛 以免火上浇油 他跟凤的事我最清楚 可你跟郑家的关系 他也同样最清楚 不够吃 那儿 我还不够吃 这儿 就 słabe 就别不够吃 你也不够吃 我还不够吃 你 不用吃 有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吧 我们应该 化悲痛为力量 是吧 不能糟蹭自己的身体 是吧 放下营长你放下 你拿着他臀部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读到什么呢你 这是护长河这是郑家寨 这是他左右雕卯你拿着他臀部了 这是先锋连你放下 我记了半天了 这乱七八糟你鼓到什么呢你 鼓得郑微信 我就不相信他郑家寨 是铁板一块 扎不进去针还漏不进去气 营牛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吃饭去 今天早上接到团部通知 说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我们暂时停止对郑家寨的强攻 采取劝降策略 劝降 劝谁的降 郑微信啊 劝他投降 交强补杀 当然了 我们呢还是要做两手准备 如果这个郑微信拒不投降 富于顽抗的话 我们还是要 你等等 营长 劝降是谁的主意 上级的决定 全盘考虑的 我不同意 这是劝降吗 这分明是在向反动派妥协 滕牛同志 你不同意 这是上级的决定 滕牛 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 我理解你 对了 团长特意嘱咐了一下 让你这几天 好好休息休息 调解一下情绪 你呢 可以在营地里休息 也可以让几个同志陪着你 去给你的爹娘上上分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你不能做出 任何因为你自己的冲动 而违反纪律的事 牛 你知道吗 你的生命 不属于你自己 是属于红军 属于革命的 明白吗 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让郑为心交枪不杀的主意 是谁出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不会那么多 你能不能够 我来一下 我去的